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PWICE作为韩国三代女团代表之一 其出道以来的音乐成绩一直非常亮眼 深受歌迷们的喜爱 然而最近他们的新专辑Ready to Beat的发行 却并未像预期中的那样横扫排行榜 这让一些粉丝和媒体开始质疑 PWICE是否已经走过了他们的全盛期 新专辑中的主打歌Save Me Free 在发行当天的Mailon姻缘榜上指台名第83位 随后更是跌至第101位 甚至到目前为止 这首主打歌仍然无法进入排行榜的前100名 这一结果让人不禁感叹全盛期已过 对于这次回归表现平淡的情况 一些网民认为PWICE的主打歌Save Me Free过于普通 不够有特色很难吸引听证 还有些网民认为PWICE在海外活动较多 导致韩国国内热度比较低 但是他们仍然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女团 值得期待 近日韩国人气女团PWICE在2023年告示牌 在音乐界中的女性奖Billboard Women Music Award上 荣获突破艺术家奖Breakthrough Artist的殊荣 成为了K-POP历史上第一支获得该奖项的女团 这项大奖是由美国知名音乐媒体告示牌 Billboard Red每年颁发的音乐盛世 旨在表彰女性音乐界中的杰出人物 获得该奖项的艺人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陈旧 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有着杰出的表现 PWICE在此次颁奖典礼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唯一一支获奖的韩国女团 此次获奖也为PWICE在K-POP界的地位 再次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作为K-POP界的代表性女团 PWICE自出道以来就备受粉丝关注和支持 她们以轻轻甜美的形象和优美的歌曲 征服了全球各地的歌迷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 PWICE的人气一度飙升 成为了当地最具影响力的流行天团之一 此外 PWICE的新专辑Ready to be的预售量 更是创下了PWICE自身的最高纪录 达到了170万张 虽然这次回归的主打歌Safe Me Free 在韩国音乐榜上的表现并不理想 但这并不能否定PWICE在K-POP界的巨大影响力 无庸置疑 PWICE在音乐上的成就和人气都是不容忽视的 未来我们也期待着 超S能够继续保持创作热情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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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